關於解一元一次不等式我們再來看幾個練習題 首先我們看到如果題目告訴我們說3x-5小於7-x 那做這一題的時候我們要把x的範圍求出來 首先我們要把同類向合併 所以我們把不等式右邊的-x移到不等式的左邊 把不等式左邊的-5移到不等式的右邊 所以我們整理一下就會得到3x-x一過來變成加x 小於7-5一過來變成加5 所以不等式的左邊變成4倍的x 小於7加5就是12 所以算出來 這邊我們要左右同除以4 因為我們要算x的範圍 所以除以4以後的結果就會變成 不等式左邊變成x 右邊變成12除以4變成3 所以這題計算出來的結果就是x小於3 我們再來看一個例題 如果題目告訴我們說-2乘以括弧x加上7 括弧小於等於4x-2 一樣我們先做拆括號的動作 第一步我們把-2乘進去 -2乘以x變成-2倍x -2乘以7變成-7214 小於等於4x-2 一樣我們要做同類向合併的動作 所以呢 我們想想想看 4x移到不等式的左邊 -14移到不等式的右邊 所以-2x加4x 1過來變-4倍x小於等於-2 -14移過來變成加14 所以不等式的左邊變成-2x-4x 就會等於-6倍x小於等於-2加14 -4就變成12 接下來我們可以直接 如果很熟練的人可以這樣子做 就是等號 不等式的左邊跟右邊同除以-6 好 但要小心 同除-6的時候 左邊就變成x 右邊變成-2 16除以-6變成-2 但是呢 原本是小於等於的 就要變成大於等於 因為同除一個負數的時候 符號要改變方向 好 或者是說你可以用另外一個想法 就是我們把-6x再移到 不等式的右邊 好 12再移回不等式的左邊 符號是不動的 一樣是這樣子的 好 所以左邊就變成-12 因為12移過來變-12 -6x移過去變6x 我們再換一下順序 由右邊念到左邊 我們就再重寫一次 這樣叫做6x大於等於-12 好 所以我們可以同除6 左右同除6就變成x大於等於-2 這樣子計算出來的結果也是一樣的 叫做x大於等於-2 好 兩種思考方式都是對的 看大家喜歡用哪一種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看 如果說不等式 解不等式的時候 題目中帶的係數是分數 或者是小數的情況 又該怎麼做呢 好 首先 我們看看第一個練習題 三分之 x加3 好 我們在解一元一次方程式的時候 就跟大家提醒過了 這樣的做法我們可以 左右同乘以15把分母消掉 好 左右同乘以15把分母消掉 那在不等式的這個單元裡面 一樣可以用這樣的方式去做處理 所以我們左右同乘以3跟5的最小公倍數就是15 好 3跟5的最小公倍數就是15 所以不等式的每一個部分 我們都同乘以15 好 同乘以15 這是最快的做法 同乘以15 好 所以 第一個部分 1乘以15就會變成15 加上 5跟15可以約掉 5 1 5 5 3 15 所以第二個部分變成3倍的 瓜胡2x減3 好 大於 不等式右邊呢 3跟15 約掉3 1 3 3 5 15 好 右邊就變成5倍的瓜胡x加3 好 接下來一樣是拆瓜號的動作 好 我們把它寫下來 15加上3乘進去 3乘以2x變成加6x 3乘以-3變成-9 好 大於5乘以x變成5x 5乘以3變成加15 好 做同類項合併的動作 我們把x都丟到不等式的左邊 5x丟過來 好 數字呢 都丟到不等式的右邊 好 都丟過來 好 我們就可以得到什麼樣的結果呢 好 我們來看看 整理完的結果就變成 5x丟到左邊變成-5倍的x會大於15先造超 好 加9丟過來變成-9 加15丟過來變成-15 所以我們可以知道 加15跟-15就消掉了 好 6x-5x就變成x大於9 所以這題的結果算出來就是x的範圍就是x大於9的 好 那如果在數線上我們要把x大於9畫出來就是一樣 好 我們畫一條數線 0 然後這裡如果是9的話 x大於9因為沒有等於9 所以這邊畫一個空心的點 然後呢 畫數線的範圍是這個樣子的 好 接下來我們再來看看另外一個練習題 如果題目給我們的係數是小數的話 我們應該怎麼做呢 好 我們來看看 0.3倍的x加上3.5大於1.3倍的x-5 好 所以我們應該怎麼做 好 先前學過了 如果是分數畫成整數 小數其實一樣的 也要畫成整數 我們看看怎麼樣可以最快的把 這些小數的係數畫成整數呢 就是同乘以多少 因為它都是一位小數 我們可以同乘以10 所以 每一個部分都同乘以10 好 每個部分都同乘以10 我們就可以得到第一個部分 10乘以0.3x變成3x 第二個部分 3.5乘以10變成35 好 大於1.3x乘以10變成13x 5乘以10變成減掉50 好 所以 再做一下整理 同類項合併 我們把x都丟到等號的左邊去 x丟到等號的左邊去 所以 3x 如果你要丟到右邊也是可以的 好 我們等一下可以兩個都對照一下 我們先把x都丟到左邊 不等式的左邊 然後係數都 常數都丟到不等式的右邊 所以 3x-13x會大於-50-35 好 35丟過來變成-35 好 做這個動作的 好 所以 3x-13x變-10倍的x會大於-50-35變成-85 好 所以我們就可以知道 原來 不等式的左右同除以-10的結果 就會變成x 好 右邊就變成同除以-10 sorry 同除以-10的結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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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們就會得到右邊變成 10分之-85 但是因為同除的是負號 所以符號要倒過來 變成x小於-10分之-85 所以x小於-10分之-85 約分 5 2 10 5 1 5 5 7 3 4 所以最後算出來的結果是x小於-2分之-17的 x小於-2分之-17的 好 那如果我剛剛說你想把 x丟到不等式的右邊也可以 所以我們來試試看 如果x丟到不等式的右邊會變怎麼樣呢 符號一樣是這樣的 13x加3x丟過來變-3x 好 原本左邊是35 -50丟過去變成加50 好 我們就可以知道 原來左邊變成85大於-10x 好 同除以-10的結果變成 10分之-85大於-x 好 約分 2分之-17大於-x 好 2分之-17大於x跟x小於2分之-17 這兩個其實是同意的 所以最後的答案就是x小於2分之-17 以上就是解一元一次不等式的時候遇到分數及小數的 係數的時候我們應該怎麼樣處理的過程 係數的時候我們應該怎麼樣處理的過程 另一邊 EE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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